大家好啊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 今天聊一个这个香巴拉吧 由香巴拉说起吧 这个香巴拉也叫香格里拉 这个是传说中的一个神圣的地方 这个在藏传这个佛教 还有这个藏地的一些记录里边呢 说这个有这么一个香巴拉古国 一个王国啊 有有有有什么明君圣主啊 然后这个华丽的城市啊 什么这个强大的军队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圣人都在里边 嗯 这个然后说这个这个这个等于是 不是极乐净土的一块人间极乐净土吧 但是说这块净土在哪呢 说这个香巴拉这个这个净土啊 就在啊那那座神山啊这个 我我我具体的我也我也不太清楚啊 就是网上有好多这种介绍啊 香巴拉什么这个德国人也来找 这个美国人也来找都来找这香巴拉 然后有人说有人去过 然后这个有的喇嘛说呢是必须在钉里边 才能到这个香巴拉古国 然后有的人说是呃 反正有个秘密入口 但是但是这个秘密入口呢大家都找都找不到 嗯 也有一派说这个香巴拉呢是这个 呃 嗯 是在另一个空间 那就不在这个是在地球上 但是在你看不见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就是说呃 嗯 他这个入口啊不是说物质上的入口 然后这个一般人你找不到 嗯 怎么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既然记载了 那肯定是有所根据啊 不能说不能说是是瞎说的这个这个地方 哎 但是这个就这个记载里的香巴拉古国那么大的领域啊 然后有多少城市 然后这你在西藏地方肯定隐藏不了 有人说是在这个山底下地底下有一个地下王国啊 有人说是地下王国 嗯 可是这东西你也没法验证 还有人说这个南极洲地底下有这个什么神秘文明啊 这个古国啊什么啊 还有人去过呀 有有一个有一个军人啊开飞机也曾经到过那儿 跟里边人还有交流 哎呀反正是写的是挺详细 然后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但是这东西 你最终还是没法验证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说地球是空的 那是啊 这个这个东西早就有人说过 说这个 道家有五月真行图 然后说这个地底也是通着的啊 从哪座山下去能能从令这个庭院 那边几千里以外几万里以外的 就是已经一个山出来啊 这个说这都是连通的这些这些山脉底下 这个反正也是有这么一套理论 嗯 具体你说谁下去过也没人下去过 这个我说这个香巴拉呀就有点像什么呀 像这个漫威电影里边这个瓦坎达啊 这个你表面上看不见 然后这个但是呢通过某种形式你能进去 表面上看是山然后实际上里边是一国啊 这我估计就是受这个影响啊 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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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这个电影这种想法 嗯 嗯 我我觉得啊他可能是在另一个空间的这个 同一个地点但是在另一个空间只是只是你看不见而已啊 你这个咱们这个维度的人到不了那儿 然后这个要想到那肯定是有特殊的方法才能去 嗯 嗯 然后这个有的这个圣者啊就是有修行的人能通过定能能够或者神读通这种这种方式能够到里边去啊 或者是真是有一个隐秘的入口 然后这个但是不是一般人能求得的这种啊也未可知嗯 然后嗯 这让我想起什么来了呢 让我想起这个 佛家说的这个在地球上有好多的这个世界就是还是咱们原先那个观念吧 这个到普贤菩萨这个境界以后就可以看见啊 这余异毛端显这个十方差啊 这个像像这个毛的末端这个这个尖端那么大的地方啊 啊这个针尖那么大点的地方啊能显出十方的岔土来这个广大无银啊 这个哎 能达到这种法身境界能看到这个情况如果不是可能有修行的人能呃 有鉴刺的到一些呃更容易去的这种这种不同的空间吧 啊就是因为古书上常有嘛 说某某人在山里遇先了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仙人怎么着啊 仙人在石头上画了一门 然后这个顺着门就进去了 进石头里了 带他进石头里去了 然后发现不成材不成器 就就最后还是让他回家了 啊从此再也找不着这个地方了 啊里边本来是啊挺宽阔挺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啊 有有各种器物啊建筑啊 但是就是深山里边 他哪有可能有这种东西啊 人文建筑有那么大的没有不可能 容不下啊面积来说就不对 但是呢也找不着了 有人说在洞里待了什么 洞中方七日 世上一千年有这种说法啊 反正就是时空不同吧 呃 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经历的 说是在在哪 在在 在新疆地区吧 在新疆地区吧 这也是网上有一个帖子说的啊 在新疆地区啊 有一个司机也是开着这个 说是吧 上十几八十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代吧 九十年内后啊 开着这桑梁那 那时候桑梁那 算是好车啊 十多万的 那十七八万的好像是 那时候 那时候十七八万 平均这个普通人工资啊 二三百块钱 三四百块钱啊 五六百也算高的啊 那这那这一桑梁那可值了钱了啊 这个桑梁那在在新疆说还是 挺这个挺流行的车 为什么呢 这个桑梁那皮事啊 其实也就是相对来说简单啊 这个机械结构简单 当时跟别的车比 他肯定是皮事啊 那时候也没什么车啊 北京北京吉普212啊 这类车 然后还有什么天津那个夏立 这个还有雪底龙富康 富康那时候也算是好车 因为就没什么车可比较啊 桑梁那反正相比较来说是金开啊 说是皮事 开不坏桑梁 这个帅不坏诺基亚啊 那时候诺基亚这个手机啊 也是也是也是一个神物啊 这个确实有啊 这个我父亲当年有一个诺基亚 他是他开车都没流声掉下去了啊 这个关车门没流声 然后开车呢 倒车的时候嘎巴给压了 然后哎呦 他还说这这这完蛋了 结果一看就平裂了 就看不见什么了 但还能打啊 真真结实倒是啊 这是就说到这个桑梁那啊 这个司机开着桑梁那 在新疆这个 是说是这也行当当当 恨巴的当越野车 看因为底盘也相对较高一点啊 别皮事啊 早开都行了 反正是 他就有一次去办公了 还是干什么呀 啊就开开开 常常规道路 他这条道都熟 这不是说 开了 刚开三五个月 他这开了好几年了 然后这个 然后也是开车开车 开着开着 觉得 从一个地方 他说拐个弯 然后这个地儿 他说这地儿 经常拐弯的地儿 不应该不会拐错 可是越走呢 觉得这个环境啊 就越来越不一样了 然后说这个 哎说这景物怎么 跟往常不太一样啊 有点别扭 然后走走走 发现自己好像迷路了 然后说这块我不应该迷路啊 我走了这么多年了 周围这一草一木 这个各种标志建筑 比如说标志性的东西啊 或者你说就是在山里边吧 他标志性的啊 他也是也是这个修的路啊 他也不是说野路啊 走不了 然后他也都有相对的 你走惯了 都是知道哪有哪有什么东西 大概啊 相对的景物你都熟悉 哎呀走着走着就不行了 就不一样了 然后说这个 说这哪啊这个 哎呀 越走心里边 越有点发触 我说这 这我这 我这走在哪儿去了 原来这块怎么有这么一条路啊 哎 走着走着 后来他觉得不对劲 说这个这路 就我不知道通哪了 现在啊 也别下开了 不正往回开吧 后来发现啊 车 车有点不给力 然后这个 然后说停下车先歇会儿吧 车可能是啊 这个过热了 然后是歇会儿吧 然后这车就下了个坡 找哪儿一个草地下了个坡 然后那个 发现前面好像有链 然后那个 因为这个树林子大了 大家都知道遮天蔽日的啊 这个树木啊 然后就是 你你也看不太真正好的东西 显着暗显着微景物 然后发现有个有链的东西 他就啊 顺便歇会儿把车停那儿 然后走下坡 一个草地走下坡去 然后前面有个啊 类似这个树木遮挡的一个洞似的 还是什么有有有链光 然后他就顺着过去了 哎 过去以后呢 从这树 等一出来以后 发现从这个有链光的地方 钻出来以后啊 发现是一个什么地儿 是一个 豁然开朗的一个草原 你说新疆没有草原吗 我我我我 我没去新疆太多的地方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这个 你要说这种 这种大草原 他所知 他在那片儿待着地儿 全是山 树林 没有草原 他这 他他是很熟悉当地 在方圆这块 就不可能有草原的地儿 然后他就 就有点 就有点晕了 然后这 这什么地儿这是 这景物完全不一样了 就不像当地景物啊 说这 这我好像当内蒙了 到蒙古地区了 这个全是草地 哎 远处还看见什么呀 这个 看见这个蒙古包啊 这个帐篷 啊 成去群落的这种帐篷 说这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白帐篷啊 这一看就是 典型蒙古式的这个 这这这这种建筑啊 说这还有牧民 说这这可罕见啊 这块在这块 哎 他说没见过去问问嘛 反正我也迷路了 我问问人家这个 当地人 这这这怎么怎么走出去 结果他就去 往外走 哎帐篷啊 觉得帐篷可能心搭的 就是刚来嘛 游牧嘛 然后这个 撩撩进帐篷 里边生活气息也很浓啊 这个做开了的奶茶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备活路子啊 这个 粘子地点 然后这个 柜子啊 什么衣服啊 就是 常见家里这种 说乱不乱的这种 这种情况嘛 反正是生活气息很浓的样子 哎呀 这个你想想奶茶还是热的呢 然后这个这个气窝 一看也都是用了有些时间了 不是那种新的都 就证明是 这人间啊 这肯定正经人间 然后就是没有人 还叫了几声 没人答应 进来到屋里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茶还是热的呢 人呢 不知道 然后走出帐篷又喊 哎 纳闷了 就是没有人 哎 你说奇怪不奇怪 哎呀 转了半天 转了几个帐篷 都是这情况 都是 一看就是过日子的这种牧民 但是呢 就是没有人 说上哪放牧去了 可是这茶怎么还热的呢 这人都去哪了 哎 太奇怪了 然后他就 呆了会儿 他就觉得 算了没人 没人我在这瞎待着干嘛呀 不定等着人家 万一要是真是去 这个放牧去了 不定什么回来呢 我别瞎等了 我还有事呢 我赶紧回去吧 开车 不成我原路返回吧 然后就匆匆的还往回走 然后这个钻过这片树 树岔子 他大概记着从哪钻出来 哎 回到原来车那 然后这个 上了车 然后说那我就反方向开吧 反正这个路也不是特别绕 啊 这路都是修的路 虽然说是土路吧 但是也是开出来的 不可能是野路 啊 就接着开始 三大纳往回走 这车也晾凉了 然后开始往回走 走走走走 走路了多长时间啊 这个突然一拐弯 哎 上了这个正经公路了 然后就开回去了 知道大概方向是哪了 他就特别纳闷 说这是什么地方 说这个怎么 跟人还说呢 说咱们这有牧民吗 说咱们这有草原吗 附近 这个不可能啊 这边不是山吗 都是 这树林子和山谷啊 群山啊 说怎么会有这吧 然后后来跟谁说谁都不信 说这你这睡觉睡晕了吧 这个啊 睡懵了你 胡说八道呢 这这哪有我父亲这个 还没有没有人的帐篷 还还牧民的家 这哪跟他啊 这个 然后就这事慢慢就淡忘了 然后 然后有一天啊 他他就是休息 然后就是觉得没事干 然后说 哎不成我再去找找那块吧 我看看 还能不能找那地儿呢 还真挺奇怪的 这个这个 不成以后带人过来玩会的 说那草原还挺大的 啊 然后说这个 上那自驾游了呀 或者怎么着 然后他就去找 沿着那个路啊 大概记得当时怎么回事 啊 从哪一拐 啊 可是呢 他 再走那条路 他就想不起来 那个路口 在哪了 从哪拐的 大概 大概他知道在哪拐的 但是 在那走他就 他没发现这个 可以拐的地方了 哎呀 说真奇怪 说那天我走哪 到底是 怎么就那么一拐 就就下了那路了 然后就就过去了 啊 就再也看不见那条路了 然后 后来 有有机会他就去找找 然后但是找了几回呢 也都是找不着 然后这个 就成了一个迷亚了啊 这个东西 嗯 这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啊 估计就该说是什么 啊也是什么 掉进几围空间啊 时间 什么空间 什么 重动啊 估计是这类猜想啊 那时候 啊我记得这个 三世纪八十年代末啊 九十年代初 那这挺流行 这个什么飞碟热呀 气功热呀 啊特异功能热呀 这各种热呀 反正人 人民思想大解放 确实是这个 真是什么都敢想啊 啊这个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就说这个 可能是 走进一个维度不同的世界了 但是这种闯入呢 都是很偶然的 可遇不可求的 啊 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这个 呃 走到不认识的地方了 确实啊 就好像进了另一个空间 啊 还有最著名的就是五台山嘛 五台山这个 是 啊 在佛经里有记载 叫这个 是什么是 清凉 清凉世界 对 说这个哪哪哪哪有清凉世界 这个当时佛祖在经里边说过 啊 其实指的就是五台山这块 清凉清凉世界是谁的道场呢 是这个啊 文殊菩萨的道场啊 文殊菩萨在五台山 这个黄念族老居士当时说过啊 说这个五台山啊 说这个 也是啊 啊 说当时有一个福建的僧人 然后就是上山嘛 然后就是 也是三步一拜啊 就很虔诚的在这拜 呃 那个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吧 五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那样 他去五台山 呃 有这个 汉地僧人 有这个 也有藏地僧人 这个有喇嘛 有和尚 然后他就转 然后这个 发现有一个 啊 有一个店里边啊 他这个大店里边啊 没有佛像啊 然后只有一个供佛像的台子 他想怎么没佛像啊 然后他说 哎 基于尊重吧 他也是绕着这台子啊 又绕了三扎 然后就是绕了三圈 啊 这个顺时针绕了三圈 然后这个 礼拜了一下 然后 觉得这挺奇怪的 然后 这人不少啊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僧人挺多呀 看这样子 啊 没有没有没有一千 也 也大几百的人 然后说这个 哎 真不小 说这个这个 五台山上的僧人真多 啊 就这一地儿就这么多人 哎呀真是不少 然后他就 要走 要走的时候呢 忽然有一个小和尚叫了他 说 某某法师 然后说 哎 说这还有人认识我的 我这一个福建僧人 我 我也没那么大知名度 我怎么还有人叫我呀 哎 结果呢 这个 说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老师傅要见你 这 那就见见吧 结果看见一个 很老的一个 老和尚 老方丈 啊 这个跟他聊天 然后说这个 啊 就是 说的 远来 说这个很辛苦 然后说这个 呃 在这喝喝喝茶吧 然后这个僧人就就就就问 啊 问问问那个老僧人 说 说这个 说老师傅这个 这个 咱们这这大殿里怎么没有没有佛呀 然后这个老师傅就说啊 我这儿 不需要 这个 啊 这这其实也是禅机了 就是在这个文殊婆子这个法身境界 他已经是没有什么有佛有无佛这么一说了啊 这个 这个 这一切相都敏了 啊 绝代圆容了 这个 就分 没有 没有什么对待了 没有什么 比我 没有什么这个佛与不非佛的这种这种想法 啊 也是个禅机 然后他就是跟他说 说这个 说您这儿僧人真多 说这个要不我能挂单在这儿吗 他也想在这个庙里这常住下去 然后这老僧人说 说不行不行不行 说这个 你暂时啊 不能在这儿住啊 这个 现在 没有办法 啊 然后又给他说了一些预言嘛 就是预言这个 啊 六十年代初嘛 马上就要文化大革命了 六十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然后就给他说这个什么 庙里没有僧人啊 这个佛前也没有灯了 啊 就这些预言嘛 反正都跟他说了 然后结果他就就走了 后来就就李送出去了 哎 出去以后呢 他就还是顺着五台山往下走吧 说这个 慢慢朝台吧 然后这个 结果碰见一个西藏人 说是 就不是僧人 是是是俗人啊 但是他在这儿是住在这儿啊 这个 可能便于礼佛吧 就住在这儿了啊 然后说哎呦 说这个师父 说这个到 您这天也晚了 然后这个 到我们这儿吃个吃个饭嘛 摘僧嘛 等于是 哎 结果到家就问 然后他就他就聊天嘛 聊天说 这个 你们这儿有多少和尚啊 说这个这整个五台山要多少人啊 说 哎 没多少人 嗯 说也全加起来 所有僧人 这五台山地区所有僧人加起来 差不多有个几百人嘛 然后那个说有人想搞一千僧斋 然后但是都 凑不了一千人 我说不对不对 说这个 说光一个我去的那叫金刚洞的地方 那儿就有七八百人 你说还凑不满一千 然后说这个 说哪儿有金刚洞 说我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 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儿 然后给拿堆说当地导游图 可能那时候也有手绘的吧 还是印刷的 反正就比较简单的导游图吧 说你看你在哪儿遇见的 就一直说这儿没有个金刚洞 这儿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庙 啊 然后说这个 而且你说那规模也不可能有啊 这儿 然后这说 后来这个 这这藏人就说 你莫非遇见文殊菩萨了吧 说这个 这儿可是这儿文殊菩萨 有时候就对某些人能够这个显现 然后这个一些境界 然后这个 呦 然后这这这这 言泪下来了 说这是真是真是感动菩萨了 但是自己当时就没有意想到嘛 这东西 哎呀饭也不吃了 然后又去又去一步一颗头子去朝 然后去找 还猜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个地方了 后来就实在没办法 就只能下山回了 回他这个福建去了 然后说这很这还是挺有根据的 这个这个有不少证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 武帝山清凉世界的这么一个事 还有说什么基督山是是罗汉入定的地方 然后燕荡山也有几百罗汉在里边注定 但你就瞧无见 你就不可能遇到 然后就是都是这种啊 可能他在另一个维度的这个世界 然后就是有点平均空间的那种感觉吧 反正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香巴拉这个地儿啊 那么广大的地域 那么多的这个城市建筑啊 这个有多少雪山围绕着 然后这个有多少城池啊 这个建筑人人口啊 国王啊 这士兵啊 然后这个商谷啊 这这这这还几十万人的那一感觉 反正就是都 听起来这规模可不小 但是你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啊 你在哪儿你也找不到这么多人啊 就是就是这这这这种地方嘛 你找不到啊 他就是 我觉得可能跟这跟刚才我说的这些小故事里边的事儿是一样的 他他就是不对你显现啊 你也进不去啊 就这种情况啊 以至于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什么能转 能扭转世界时间啊 这个改变这个历史进程啊 这些这我觉得 哎这是想脑洞太大了 这个这个咱就不做评论了 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讲一些小故事 谢谢大家